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我和我的家乡》 这部影片讲了五个关于家乡的故事 五个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五个地方 跨越东南西北 有辽宁、北京、山西、浙江和贵州 家乡是一个人长大的地方 家乡也叫故乡、老家等等 我老公的家乡是北京 我的老家在浙江的渠州 我老公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 那我在渠州出生、在渠州长大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讲汉语 其实中国还有很多方言 方言、方、地方、言、语言 方言就是某一个地方的语言 比如说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和吉林省 他们会说东北话 上海也有上海的方言 上海人会说上海话 上海话的你好是 濃厚 谢谢你 是小虾濃 我的家乡也有方言 我和我的爸妈和外婆讲话一般都用方言 比如说外婆是阿别 我们是阿拉 天天是奶奶 在家是吉林 所以外婆我们天天在家 是阿别 阿拉、奶奶、吉林 现在给大家听一下我老公学说我的家乡方言 阿别、奶奶、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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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和我的家乡这部影片里 你也会听到很多不同的方言 所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好了 那请问你的家乡在哪里 你在哪儿出生 在哪儿长大 你的家乡有没有方言呢 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哦 我们下次见